老杨到处说 昨天是7月1号 也就是港版国安法落地实施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有这个特殊标志的执法人员出现在街头 那昨天也是呢 香港回归23年 23年还没有赛程过半 50年不变 到了这个23年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第二次回归的概念 而执法的第一天 香港没有风平浪静 虽然没有疾风骤雨 但是呢 还是闹了一点小街头的一个骚乱 对于这样一部法律 我们到现在为止 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反应还是杂成的 那么自称为是中国通的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的这个政治学教授李安勇 那么形容这一部国安法 他认为呢 这是层层堆叠的结婚蛋糕 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设立各种层次的国安相关的机构和组织 几乎天衣无缝 精心设计 无懈可击 非同一般 这几个字我再读一遍 国安法的设计 几乎天衣无缝 精心设计 无懈可击 非同一般 按照李安勇的说法 如果有人可以找到漏洞的话 其实呢 第65条还说解释权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他认为这表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人非常的不信任 当然北京也是非常的忌讳外国的恶意干预 那么希望呢 第二次回归的香港能够牢牢掌握在北京北大人的控制之中 那么这就是西方现在的言论比较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种反应 在香港社会本身呢 其实对这部法律其实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拥护者有各种集会 花了很多的钱在维多利亚海港树立了一两层楼高的 这个赞赏国安法立法的这么一个标语 格外的醒目 到处啊旗正飘飘 五星红旗多时不见了 现在呢哪里都是 对于建制派和亲中阵营来说 国安法的颁布第二次回归他们是傍晚已久了 他们可能心里面呢 有一种第二次解放的这种感觉 但是昨天在港九个地呢出现了街头 继续的暴力的对峙 甚至利用戾气公开的袭击香港警察 那么这个案子呢也破了很快 这个效率很高 那么香港的换民主派这些头面人物啊 包括这个黎智英啊何俊仁等等 公然在街头上 也公然表示要在香港待下来 那么参与这些人呢 李卓人啊等等呢 他们参与美国众议院的听众会 也毫不在意这个国安法这种约束啊 毫无估计 我们这里面能看出一个现象 广板国安法的立法以及执行呢 其实在未来一段时间 遭遇到的挑战的力度和烈度不会太低 力度和烈度不会太低 从我们呢昨天午夜在香港机场捕获 持刀袭警的那个破案效率来看 香港警方所拥有的执法能力和条件 过去和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太差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 陈芳安生李柱明这些资深的这个大佬 态度的转变 陈云的宣布退出 以及那些那些什么战中即止那些人的态度的暧昧 这是一种现象 第二种现象的极端的港独组织和激进的组织呢 纷纷终止运作 那么转入地下 或者呢逃避或者离开香港 这就是说呢 今后的一段时间呢 这些激进团体的活动是分散化 地下化 隐蔽化 采取的手段也会更加的激进 更加的暴力 不排除呢 最终 由于这个 整个力量跟这个港方跟这个政府方面呢 不成对比呢 可能会更趋向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一个取态 但规模 不会太大 或许也会出现 最好当然不要出现 类似新疆 那些恐怖组织那个毒狼的现象 毒狼的行动 比如说昨天那个持刀 袭击警方的那个人 如果不是有背后政治团体的支持 那可能就是香港的一个毒狼的现象 在新疆很多 前几年很多这种恐怖活动 其实不一定是有组织的 都是毒狼现象 受到地下蒋经学校这个毒化以后 他们自己的一种行为 当然这个造成的破坏力也很大 好第三 根据新闻报道 昨天在街头被捕的 据说有三名是现役的香港海关的官员 都是陆职三年左右的年轻人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回归一代已经逐渐成为反对运动的主力 二十三年之后 香港街头或者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已经实现了一次世代交替 今后北京以及香港特区政府要对付的 不仅只是像黎智英 李作人 何俊仁 甚至像李柱明 陈芳安生 这一个世代的人 这些人多半都是六十岁七十岁 甚至已经有八十岁的了 可能更多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回归一代 这个世代在战中期间 在去年的整个街头暴乱 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已经有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其他世代 或者过去香港政治街头运动的 组织动员运作能力的行为表现 这种行为表现 包括联灯啊 包括没有什么吴大台啊等等 甚至成为了去年 包括巴黎在内的同步出现了很多 街头青年骚乱的一种参照系 如果这些行为都是新媒体时代 一种自发的组织行为 恐怕还比较容易被化解 但是如果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国际背景 恐怕今后这场仗并不太容易打 并不太容易打 期待一部国安法的颁布 就可以震慑一切 化解一切 打击一切 是不现实的 香港的第二次回归 能不能一路平顺 不能说只是靠这部法的威慑作用 就能决定 彼此以23年的第一次回归 以及第一次回归 留下来的那么多宜然杂政的问题 我觉得简单的要把大陆那一套维稳的思维 维稳的做法 维稳的策略 搬到香港来 未必就能行得通 那么好了 对习近平经常强调的 要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以及战中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及中国大陆的有关港澳事务负责官员 提到的全面管制权的理解 北京以及香港的左派阵营 与目前已经形成规模的反对势力 以及相当部分的香港人 他们得出的印象结论和答案 肯定是不一样的 前者更多会认为 经此意义 拨乱缓证 云开日出 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或者呢 国安法的立法 可能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一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后者呢 怎么样呢 会认为呢 这个一国两制早就流取走样变形 所以这个国安法呢 他们把它视之为恶法 好了 既然你已经提出第二次回归 说明此前之后的香港 人民印象更加深刻的 不是你回归时间的诸多种种 而是两个关键词 第一 港版国安法 第二 全面管制权 你其他过去的机器作为承诺 无论如何你怎么强调 怎么宣传 怎么运作 怎么公关 在这两个关键词之下 就变得比较苍白 你在未来的一国两制的第二次回归的实践中 如果没有更具有说服力的实际作为 你这个下半场的一国两制 或许会更靠近 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特色 我说是香港逐渐的内地化 至少呢 此时当下有相当多的港人 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了 这里面呢 分享一段司马光的 知智通鉴的一个记载 唐 元和六年 唐献忠 李纯与宰相 权德兴 有一个对话 献忠与宰相 治理人民 应从宽 还是应从严 权应曰 秦王朝因惨毒苛刻而复亡 汉朝因宽隆厚道而兴起 太宗皇帝李世民 看到的明堂图 因而命令禁止鞭打人被 事故安死之乱以来 虽然叛逆时有出现 都马上被消灭 这是因为呢 祖宗师行的人正 深入民心 永难忘记之故 因此 治理人民 应宽应言 当一目了难而清楚不过 唐献忠十分的同意 明末清除的顾炎武的日之路 卷十一 法治之条目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顾炎武说 法治禁令 王者之所不费 而非所以为治也 其本在证人心 后民俗而已 故曰 居正 居静 而行俭 以临其民 有个朋友感慨 若言行俊法 能达至长治久安 则秦 不会二世而亡 那么今天 我们现在还活在秦以来 赢家天下的管制之中吧 但是历史早就把秦王朝给彻底否定了 所以呢 我有一好朋友 在香港也算是政界人士吧 他说 施行教化 执政为民 为什么在四个自信之中 习近平先生要把文化自信 视之为众中之中啊 这在昭蓝落节 所以呢 香港的第二次回归啊 已经开始了 我们不妨 也认真地读一读历史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